在中央火车站有一位美国白人的女律师 她说她曾经在纽约的KQ的律师事务所 她曾经为律师事务所工作 她说她后来离开了这家律师事务所 这家律师事务所就是被disqualified的 就是Edward Moss 他也是一个中共的走狗 他欺骗他说谎 最后的话法官认为他是有这个利益冲突 所以把他disqualified了 所以这个女律师跟我们讲 这个KHell也好 Paul Haysing也好 美麦斯也好 他们只为钱服务 这样的律师事务所是不值得信任的 他们应该所为 就是所有的人都不应该去找这样的律师事务所 为他们打官司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听到 不管是律师也好 还是不同年龄 不同肤色 不同种族背景的人 他们都看到了我们新宿多联邦 我们告诉了紐约人 告诉所有西方社会的这个真相 就是他们最需要的真相 他们需要知道 他们在过去的两年中 他们的亲人是怎么样死于中共的CCP的病毒 他们需要知道他们的养老金去哪里了 他们需要知道一个邪恶的中共 一个无能的极权政府 之所以它还能够活到今天 就是因为有普恒 有美麦斯这样的白手套给中共再输血 如果没有这些海外白手套给中共极权输血的话 中共早就完蛋了 所以在我认为这些普恒也好 或是这些为了钱给中共当走狗的人 比中共还要坏 因为他们出生在和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他们有选择善良的权利 但是他们没有选择 他们也有选择说跟邪恶说闹的权利 他们也没有选择 他们是选择了以邪恶为伍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定要站出来 一定要将他们绳之于法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说的这位女士 她是被disqualify 然后当我们